都是教什麼教直接用那個XML 直接複製也可以 那只是說你要把哪邊到哪邊基本上當然也是從Linear layout 你可以直接用複製貼上也是可以 不過呢我教各位圖形化就是 那個範圍的 就是這個到這邊的範圍的那個 版型其實你可以複製貼上那其實在圖形化介面上面更快 那怎麼做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把這個Linear layout 沒有這個水平的Linear 這個在複製因為我們總共會需要複製 我現在一排 0 這個可能要順序要改一下 可能是123456789然後 789然後再來就是米 0緊這樣子 那最後再加一個清除按鈕 OK那我們按鈕蠻多那沒關係順序自己再變更一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快速產生這 先四排再一個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按下 按下Ctrl鍵 然後呢點住這個Linear layout 直接放上去有沒有 放到哪裡呢放到最上面去 放開 你會發現一排出現了 對不對一模一樣的 那你再按Ctrl鍵 把這兩個選舉對不對 這兩個一起複製 再丟到哪裡丟到上面去 那自己的要丟準 放有陰影的時候放開 就有兩排出來 有沒有 那你就再把這兩排 這個是就已經四排對不對 那最後有沒有 再加上一個 按鈕這個按鈕的寬度的話 這個地方自己再去調整 就把這個這個地方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按鈕 那按鈕的大小的話 自己再去調整 看差不多這麼寬你可以去算一下寬度 然後他的位置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按右鍵 你可以怎麼樣的 把這個位置呢你也可以把它置中 那置中的話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從這邊如果沒有 這邊沒有可以的話你可以從那個他的屬性裡面 去找一下他有一個屬性也是他的那個 他的Gravity 他的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部分 這個 那他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Layout 他有躲起來 這個Layout裡面的這個 Gravity裡面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的話呢你再把它 去找到那個 Center 把它找到Center的地方把它打勾 那Center的部分的話呢 就看到Center按打勾 然後這個地方的按鈕就放在中間 寬度的話我想自己再調整一下 再來的話呢 其他部分呢 看要不要自己再去把這邊 重新定義一下 那我的習慣這樣 這個就是 B01 1的話就B01了 然後 最後這個中間是B00 然後米的話就B11嘛 這個是B12 那用這樣的方式 那也就是說呢 會產生 產生的元件 重新在 宣告的時候 就要多宣告 因為本來只有宣告三個按鈕 現在總共會有13個按鈕 也就是說從 B00一直宣告到B12 對不對 宣告沒有問題了 連結的話呢 本來連結三個 現在連結幾個 也是13個 對不對 事件的話呢 也是建立13個事件 反正就是 重複的動作 你只要做出來之後 最後電話號碼按上去 也是可以顯示 那其他動作都一樣 那只是清除部分 清除的話呢 我們把ID改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呢 叫 B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我給 取一個名稱 叫 B Clear OK 這個名稱 Be Clear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就是說 也是 一樣 這個名稱的話 也要做宣告 連結 上面的話呢 按右鍵 一樣 把這個名稱 改為清除 我想這個 這個動作應該都沒問題 那最後的話呢 一樣就是 再把它 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 就是當我怎麼樣呢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呢 可以把 把裡面的資料給清除 那這個資料部分的話清除非常簡單 就是 Set test Set test 什麼呢 等於電話號碼就好 他就會把裡面東西都清除掉了 OK 我想這地方的話 各位試試看 基本上邏輯 一樣 其他的部分我想 各位再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來吧